我们就请祝周杰伦 周杰伦一出场 现场观众热情欢呼 不够主持人问出这个问题 周董的答案可让全场静呆了 杰伦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 他不但给我们表演节目 同时也给我们选手出各种各样的难题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我们节目给到你什么 给到我什么 给到蛮多东西的 比如说 比如说丰富的这个酬劳 没有没有 偷口而出自己收获最多的是酬劳 让主持人一阵尴尬 但幽默的周杰伦则赶快打圆场 会变重力了 非常多的知识 对 非常多的知识 讲得自己都有点心虚了 讲得自己都心虚了 观众通通听得出来 因为周杰伦一边讲 喉咙还卡弹 自然的反应 主持人都快招架不住 不过丰富的酬劳到底多丰富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周杰伦上这个节目最强大脑 一记节目就赚进5700万台币 我的选择是 杰伦老师 而歌唱选秀节目 当初中国好声音第一季 周杰伦扮演导师的角色 一记酬劳就有1.2亿台币 不只上节目吸睛 自己去年12支代言 光代言费就破亿 加上巡回演唱会也赚进2.4亿 收入加一加 周杰伦2016年酬劳 就突破7.1亿台币 是台湾最赚歌手 周董身为最强西超鸡 这次节目上的神回复 更让歌迷笑说 周董你也太诚实了吧 最后这回锐警台北报道